哈囉,順便再回答一下其他人的問題 之前有人在說這一隻的色澤是比較不一樣 可能大部分的人在市面上看到的都是屬於比較亮色的 那今天剛好有自然光,我就在外面照一下 大家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不同藍色的呈現 這有點算是那種大概是70年代初的時候 比較常在用的這種類似是繪畫色的藍色 而不像是後來我們早期比較看到說比較多放射性的 所以復古款可能就是跑這種顏色的比較多 那還有很多人在問說為什麼會去買豪雅 其實對我來講說其實早期的話 嘿,我倒覺得說它就是在市場上是一定有一定的貢獻度 以馬表來講的話,那馬表對一些玩表的人 或者是對時間有精準度的人來講是一種不一樣的特色展現 那當然因為就是HAIR本身當初錯的不好被TAG給買走了 後來就是聯名就是變成是TAGQ 那在這個情況下面的話,大部分你買表你就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那他偶爾會出這種致敬的就是只有HAIR連這個LOGO跟表扣都是的話 對大部分玩表的人來講我倒覺得說他比較有歷史的意義 玩起來也是比較有趣一些 我覺得真的如果可以的話還是買HAIR 就像是我覺得玩表有的時候就是玩久 我真的說玩久就是要玩它的一個獨特性 不管你是怎麼樣而玩 就是說獨特性 有些人他要的是品牌獨特性 有些人就是要找不一樣的表款 有一些人就是只是玩一種比較專門的機器 那不管你怎麼玩我自己的想法是說實音表也很OK 像Burova的我都覺得說他的是高頻率的走起來很順 那你如果說是玩獨立製表的話 也是有他自己走出來他自己的一片 那像大品牌是集團的話 你就是要去找那個品牌精髓 品牌精髓每一個人可能要求跟看法不一樣 對我來講的話 LVMH然後又加上我還蠻喜歡車子的 所以在Hair跟算是Monaco 我覺得說是這一個品牌的精髓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就是看大家怎麼去想了 然後最後再來跑一次 就是如此的 算是蠻精緻的表 雖然是比平常的 早期看到的38的大了一點點 變39 厚度也是稍微有一點點 可是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他的這一次的角度設計 是比平常好非常多 那又加上說是整個 可能McQueen的這種 代表性 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跟每個國家 每個人要求的不一樣 可是對很多歐美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以一個致敬表來講的話 他算是蠻原汁原味的